天遙地動全臺震不停 這未知恐懼讓不少人很憂心 地震中心統計截至十九號九點前 地震次數多達一百四十七起 主震前後分別各有七十三次 地震中心預估未來不排除 還會有規模五以上餘震 然而記者會才剛結束沒多久 十點零七分花蓮酌西鄉又發生規模五點九地震 專家預估臺灣是進入強烈地震高風險期 兩指標能觀察 所要是規模七以上地震周期約三十年 距離九二一已過近二十三年 再來從二零一八年九月後 臺灣有感地震異常偏低 板塊擠壓能量釋放不足 大地震發生的風險就會提高 不排除是不是有進入一個新的地震活躍期 但是這個還需要時間來證明 一個活躍期至少要十年以上 我們才能這樣判斷 還有氣象風險論壇觀察 這兩天的地震活動 鎮央有逐漸往北趨勢 這是否意味花蓮以北要注意 其實他不只往北也往南 大陸也有 這是一個正常的比較正常 其實在我們看來並沒有範圍那麼大 地震系統複雜 這次主震規模達六點八 日本卻推估七點二 地震中心解釋主因是計算方式不同 加上日本對臺灣觀測數據密度低 才會有誤差 但無論臺灣是否進入地震活躍期 民眾都得要時刻留意 把警覺提高 三天新聞檢獄林蔡敦祺 SM小組 臺北報導